觀光自由行開放 台東線內觀光人數暴增 旅館民宿紛紛新奇 非法業者也相對增加 各地也出現了消費糾紛 為了有效惡阻非法旅宿業 交通部觀光局提高違規 旅宿業的滑廣額度 那至於非法的民宿的部分 從原來罰則3到15萬 提高到6到30萬 那就是直接就是double的罰則這樣子 本身要經營民宿 就已經是很辛苦 很累的一件事情了 當然是可能政府 為了要防止一些 消小或者是投機取巧的 這些業者 所以才訂定了罰則 這是應該的 那我是覺得說 既然已經訂定了這個罰則 我們就照著這個遊戲規則 來執行 來走 會比較恰當 目前台東縣內合法的旅館 有99家 非法的12家 合法的民宿約為860間 非法的約400間 縣府積極協助業者申請合法 不過有族人認為感受不到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會有消費糾紛 以及公共安全的問題 畢竟我們台東縣政府 正在大力的推展觀光 我們希望來到這邊 都是能夠享受到非常好的一個 觀光服務的一個品質 所以我們是積極的輔導 希望有心從事旅館或民宿業的業者 都能朝合法的一個方向來辦理 不要老是一坐在辦公室 然後一直看數字 看一些資料 你為什麼不直接深入到各地區 去了解當地的業者或經營本身的人 像我從來就沒有人來給我問過 我也搞不清楚到底公部門的 我們自己原住民的公部門 我都不曉得它到底是 到底是在輔導哪些 族人表示 申請規範條例反鎖砸碎 程序農藏 如今罰金加倍 部落業者擔憂 經營民宿可能更難維持生計 記者比亞台東泰瑪里採訪報導